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书生叫猪尔旦 此人求学上进爱好学习 可惜天生愚钝每次考试都落榜 偏偏他自己不肯放弃 年年学年年考年年落 虽然文采不好 不过猪尔旦家有良田吉姆 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但生活好歹过得去 不仅如此猪尔旦还有一个通勤达力的贤妻黎卢 这么多年来没有过一句抱怨的话 每次都尽心竭力的陪着他 猪尔旦彻夜苦读黎卢就熬生汤陪他 要说毛病的话也不是没有 黎卢的确温婉贤惠 但是左眼处有两块巨大的丑陋黑斑 一只眼睛还是瞎的 有时候他会因此感到自卑 万幸猪尔旦没有嫌弃过 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 这天晚上猪尔旦受邀前往文学社聚会 黎卢知道那些人大都是只看衣衫不看人 所以特地为他拿出了一件新感知的衣服 连同行的孙公子看到都忍不住感叹 黎卢心思细腻 前往巨坏的路上 猪尔旦为了少走些路程选择了小路 这里路径偏僻 阴气森森的 孙公子天生胆小 寸步不离的跟着猪尔旦生怕落单 据说这附近有座庙 里面住着个判官 每天晚上都会押送鬼魂到庙里审判 所以这里一到夜里就能听见鬼哭狼嚎的声音 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猪尔旦向来不惧怕这些事物 甚至还想去看看 不过碍于孙公子胆小 他也只能想想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传来异想 探头一瞧 发现身的判官押送着一批鬼魂去了庙里 见此情情 孙公子胆都快下破了 紧紧的拽着猪尔旦 死活不让他再上前了 好不容易来到文学社 一进门就被发酒酸杯 之后到了做事的环节 猪尔旦的短处就因此暴露了 你让他去鬼屋住一晚 或者在乱葬岗住一晚都没问题 但是这做事弄学问 猪尔旦是真的不擅长 一首短诗就能让他冷汗直流 其他人见状也都明白猪尔旦的学问不够 担心他丢人 孙公子便在一旁帮忙解释 说猪尔旦胆识过人 刚刚在来的路上 遇见判官省鬼 自己背下的魂不守舍 他却泰然自若 一听这话 旁边的人都跟着起哄 让猪尔旦把判官带过来瞧瞧 孙公子上前打圆场 说大家都是读书人 何必为难人家 可是猪尔旦向来心大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嘲讽了 他心冲冲的跑了出去 孙公子拦都拦不住 来到判官庙 猪尔旦真的找到了判官的雕塑 对着雕塑拜了拜 恳请其跟着自己去闻学舍 说来也是奇怪 猪尔旦说完这番话后 本来原封不动的雕塑 突然就能背起来了 而且庙门还会自动打开 猪尔旦一看就知道 是判官显灵了 他乐呵呵的将其带到了文学社 本来大家正在讽刺猪尔旦 怕不是回家陪娘子去了 谁知一转头却看见 他真的背着判官向来了 有胆子小的被当场下滩 猪尔旦见状大笑两声 为判官倒了杯酒 说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喝酒 花音刚落 雕塑上突然露出笑容 猪尔旦随即便将其背回去 回到家后跟黎卢抱了下平安 接着他就开始继续门头学习 谁知书房里的门窗 却开始自己开开合合 猪尔旦正纳闷呢 一转头却看到判官不知何时到了书房里 他为人豪爽 直言自己是来喝酒的 猪尔旦一听这话 连忙去命人准备酒菜 热情招待了判官 九国三巡对方告诉他 自己叫陆判 两人越喝越尽兴 越聊越投机 不管什么人 只要坐监犯科 到了陆判这 就必须得受到应有的惩罚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例外 因此猪尔旦十分敬重他 而且阴间比阳间的规矩更加严苛 不仅刘虚拍马行不通 有时候陆判连杯酒都喝不到 也难怪他会来找猪尔旦了 等到气声响起 陆判便起声告辞了 进此一事 他与猪尔旦算是成了妄言之交 只不过黎卢一直提心吊胆的 他知道自家相公光明磊落 不惧鬼神 可还是害怕陆判会加害于猪尔旦 为避免惹是生非 黎卢叮嘱家里的下人 没事不要乱嚼舌根 从这开始陆判时常夜夜赶来 与猪尔旦喝酒畅谈 搞得他现在一点读书的心思都没有 这天陆判带着一盒 龙心凤甘赶了过来 说明天是猪尔旦的生辰 但自己有公务在身 所以特地提前来祝贺 两人又是一番痛饮 喝大了就直接在书房里呼呼大睡 久而久之 黎卢终于忍不了了 他委婉地提醒猪尔旦 考试将至要以学习为主 还是请陆判缓些日子再来吧 可是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好 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 晚上陆判再次前来 猪尔旦一脸烦闷地说 最近学业不顺 想请他帮忙看看自己写的文章 别看陆判长得 棒大腰圆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实际上四书五经 诗词歌赋也是十分擅长的 看完猪尔旦做的文章后 他连连叹气 找来猪笔帮其 逐一修改完整 可猪尔旦愣是丝毫看不懂 陆判明白了 他是心思不开窍 这种人生性愚钝不是读书的料 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一听这话 猪尔旦忍不住趴在墙上痛哭起来 陆判是个讲义气的人 不忍看他愁容满面 于是便决定帮猪尔旦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陆判让他在床上躺好 随即赶到地府 去摘了一颗七窍玲珑心 然后用笔风划开猪尔旦的胸膛 见此清醒 他被吓得魂都要散了 连忙询问其为何要刀锋相见 陆判大笑着说自己是好意 好巧不巧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仆人看到 他连滚带爬的跑去找黎卢 大喊着说猪尔旦被陆判杀了 黎卢听完当场吓晕过去 另一边陆判挖出猪尔旦的愚钝之心 为他换上那颗七窍玲珑心 很快刀口就自动愈合 猪尔旦没感到丝毫疼痛 陆判将他写的文章重新递了过来 猪尔旦一瞧 这写的真的是狗屁不通 他这才明白路判的一片苦心 送走这一尊大神后 黎卢带人哭着跑进来 看到猪尔旦活生生的站在这 他们顿时愣住了 听完吓人的解释 猪尔旦大笑着 向他们解释了刚刚的一切 从这一点起 猪尔旦学习更加有干劲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一直学到半夜 就等着这次的科举考试 黎卢怕他身体吃不消 常常劝其劳逸结合 其实重不重绑的无所谓 黎卢就担心 猪尔旦换心以后会变心 对方见状再三发誓 说着自己不是那种人 更何况 黎卢无怨无悔的 嫁过来这么多年 猪尔旦若是辜负了他 未免也太不是人了 有了这番话 黎卢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 很快考试如期举行 猪尔旦在考场中发挥超长 他下笔如有神 试卷上就没有空白 等到他命出来 猪尔旦果然成功了 这等大气的日子 全家人都跟着高兴 一时间家里来了好多祝贺的人 连平日里那些瞧不上猪尔旦的人 都争抢着来攀关系 有话道 人怕出名猪怕壮 看到猪尔旦跟黎卢夫妻恩爱的样子 有些人就在背后嚼舌根 说黎卢相貌丑陋 家境贫寒 根本配不上猪尔旦 难为他这么多年来 不离不弃的陪着这个丑妻 当天晚上 文学车的人再次聚会 庆祝猪尔旦金榜提名 这次再有人起哄作诗 他可不怕了 灵感提笔就来 写出来的诗人人叫好 他们摆了一桌子好酒好菜 还请了很多美女来再歌再舞 猪尔旦定睛一瞧 个个都是大美女 这样一对比 家里的黎卢就算再贤惠 也不免有些黯然失色 男人总是这样的 口头上说着自己多么多么专一 你真给他一群美女看 还能保持坐牌不乱吗 猪尔旦眼睛都看直了 回家之后再看看黎卢 他完全没有在卧室休息的欲望 直接搬到书房去 好在猪尔旦良知尚在 看到黎卢挺着大肚子 忙里忙外的样子 他明白自己不能做父亲汉 此来讲去 猪尔旦决定找路畔 帮忙给黎卢换个头 次日晚上 路畔再次前来喝酒 猪尔旦热情相迎 拿出沉淀好酒 他试探性的询问起 人头能不能换 路畔表示 只要是天地之间 有生命的东西都能换 一听这话 猪尔旦当即开始鞠躬 求他给黎卢换个美女的脑袋 路畔虽然为难 不过也答应了 之后猪尔旦将这一事跟黎卢说了 不过只要他看着高兴 黎卢干什么都愿意 正巧这几天 当地王财主的女儿翠蓉去世了 他长得美若天仙 路畔见状便拿来翠蓉的头 准备给黎卢换上 他告诉猪尔旦 翠蓉死的冤枉 虽说自己已经帮其申冤 不过日后难免会有矛盾 原来所谓的换头 不仅仅是换头 整个人都会被换掉 一旦换头成功 就等于翠蓉借着黎卢的身子重生了 很快路畔为他换了脑袋 自知猪尔旦再次回到房间 看着貌美的翠蓉 他心中开心的不得了 连忙上前打招呼 可对方压根不认识猪尔旦 一见面就鬼哭狼嚎道 看到自己有孕再生 翠蓉当时就崩溃了 他才不想嫁给猪尔旦 翠蓉情急之下 一巴掌扇了过去 大喊着说猪尔旦是强盗 整天在家里又哭又闹 丝毫没有 狄卢的贤惠 简直就是个疯婆子 没几天的功夫 猪尔旦就受不了了 可从这天起 路畔就再也没来过 猪尔旦跑到庙里跪拜 求他把犁炉换回来 可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猪尔旦只能悲伤离去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 王财主自然也得知了这件事 他带人来到猪尔旦家 眼看人家爹妈都找上门来了 猪尔旦只能将事情原位 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 王财主听完没有太大反应 他总不能再让女儿死一次吧 虽然换了副身子 不过好歹人还活着 而且猪尔旦的才华也说得过去 更何况黎卢的身子已经有孕 再让翠蓉嫁与旁人 恐怕也嫁不出去 王财主和妻子一合计 决定让女儿跟着猪尔旦好好过日子 可是他们俩都是陌生人 翠蓉死活不肯 反驳无效后 他开始了实际抗议 不让猪尔旦碰也不肯靠近 每晚将其拒至门外 现如今猪尔旦即使再后悔 也没有用了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 聊斋之陆盼 故事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聊斋被翻拍过这么多次 其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道理大家也都明白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哦